歡迎回來 再來又看到確診人數不斷的增加 重創了地方觀光 彰化鹿港老街 假日的遊客數掉到只剩下兩成 幾乎變成了空城 天后宮周邊的店家生意是暴跌了五成以上 不過生意還是得要做 所以只能靠著減少備料來因應 另外還有三輪車的業者做不到生意 只能呆坐在車上 等待客人上門 大顆雄青的蚵仔打上一顆蛋 再鋪滿小白菜平民美食 鵝阿森熱鍋上煎到香醉可口 起鍋在淋上特製醬料 熱糖糖的美味 在這波不斷暴增的疫情下 讓觀光客望之卻步 酒精也要隨身戴就對了 口罩是不是也要請隨身戴 戴著 保護自己 逛街遊客沒幾人 各個口罩戴好戴滿 就怕病毒上升 隨身酒精也得戴著才敢出門 疫情重創陸港老街觀光 假日遊客人數只剩下兩成多 對比疫情前假日人潮幾暴 現在幾乎成了空城 遊客稀稀落落比平日還要慘 原本水泄不通的街道車子都能通行 致命天后宮香客銳減廣場變得超空曠 其他賣吃的店家苦哈哈業績暴跌 但生意還是得做 只能減少備料求生存 假日等不到遊客上門平日就坐點便當外的生意 減少損失 而同樣淒慘的還有專載遊客遊覽老街的三輪車業者 沒了遊客只能待坐在三輪車上等開張 眼看這個月就是冬午節廉價陸港國際龍舟競標賽已經宣判咖 能不能再迎來觀光人潮商家真的想都不敢想 接著到我們要彰化 參觀